OK兄弟们大家好我大炮啊 给兄弟们回顾一下 昨天的一个 武神坛的一个决赛的一个经典时刻啊 然后的话两边打到83回合了 比赛的话85回合 那一回合的话是不可以操作 那一回合哪边如果说少人的话 比赛直接判复 这个时候兄弟们可以看得到啊 雪山的这个 不管是从人物的一个单位的一个血线啊 还是从宝宝的一个数量下面而言的话 都是绝对领先屈服孔庙 85回合直接判 等于说84回合是一个 绝杀的一个回合 那关在番只要是不倒人的情况下面 最起码不会输 对面这个时候可以看得到啊 对面两个单位倒地啊 对面的女儿村 加对面的一个盘斯洞 全部是倒地的一个情况下面 这个时候关站番的话有地厅 看见没有 关站番的时候这个时候啊 有地厅 而且可以看到对面盘斯这个血条 女儿村这个时候都没有起来 你就说此次打的再多 对吧 你能怎么样啊 你们注意一下 看一下对面这个女儿村啊 你说这第一把五行颠倒 直接吸收 第二把五行颠倒 直接躲避 地厅秒第三把 再躲避 秒第四把 还吸收 地厅秒第五把 神佑 地厅秒第六把 吸收 杀人力皮还跟了一刀 你看到没有 阿邦 又神佑 然后的话 比赛判复 你说这运气 哥们 这 说句心里话 这有点过分吧 对吧 我感觉这 有点夸张了呀